以帝缓缓说道,百亿就已经非常稀少了,不过千亿恐怕才是唯有尊上是真的一人独尊。 千亿? 听到这个数额,即便是陨落的天河魔君,也感到头皮发麻。 毕竟他在突破到不朽的时候,元气底蕴也不过只有五十亿, 其五十亿也已经算不错的佼佼者了,但似乎在自己师尊面前,自己的五十亿简直都不敢拿出来见人,这样一对比也太伤人了。 有差距可以理解,但是差距如此之大,的确是让人有些难以接受啊。 听到千亿这个数额的时候,天河魔君都无法想象,那是何等庞大,也就是说,那时候的尊上就已经实现了元气自由。 拥有千亿的元气底蕴,相当于体内蕴含着十几个上等界空才拥有的资源。 有什么大惊小怪的,毕竟在这浩瀚的纪元里,如此磅礴的时间洪流之下,也不过只诞生了一个尊上而已,逆天也是常识。 女帝轻描淡写地说道,当然,她可不会说,那时候听到千亿这个数额的时候,她看向顾仲生的小脸,全身都写满了崇拜之色。 现在的平淡,而是曾经早已震惊过了头。 突破到百亿对她来说,倒也算是不错了,毕竟顾仲生突破千亿,耗费了近万年的时间,一直停留在九星斗神巅峰。 纵然有无数次的机会要突破到不朽,她都选择了放弃。 女帝继续说道,天和魔君闻言,眼中露出好奇之色,关于尊上的事情,似乎只有女帝最清楚,天和魔君也从未听及过,所以也露出了好奇的表情。 纵然没有突破到不朽,九星斗神巅峰,拥有千亿元气底蕴的顾仲生,那时便是可以与第三第四步的地质不朽一战了。 女帝见到天和魔君好奇,也是柔身开口。 可若有近万年的时间,若是早些突破到不朽,与师祖的天赋,恐怕都能和第九步一战了,而至于还停留在挑战第四步第五步啊。 天和魔君有些不解,感觉千亿元气底蕴并无名字那般震撼,毕竟神之元气和不朽之力,两者本身的力量并不相同。 虽然即便是地质不朽,仍旧是以神之元气为主,不朽之力可以让战力翻数倍,可千亿元气星辰海已经完全多得过头了。 无论是什么样的战斗,也不可能消耗掉千亿这么多的元气底蕴,最主要的是,斗神停留在了近万年,算起来的确是感觉有些不值当。 我听顾仲生说,他在找一颗星辰。 女帝玄机便是为不解的天和魔君解惑,之所以女帝有如此耐心,其一是他帮助了笑颜,也算是回礼。 其二便是,天和魔君或将永远消失在这世间,也算是女帝为其了结他最后的心愿疑惑。 星辰。 说到这里的时候,女帝也不明白了,只是告诉天和魔君,尊上所思所作,且非他们所能明无。 只需要明白,尊上如此做,必定有他这么做的原因,也正因为如此,也唯有他才能被称为尊上。 时间不多了,我的力量很快就挡不住这头畜生了。 天和魔君苦涩地说道,女帝已经说了很多,有些东西此生都不会明无,所以点到为止便是够了。 凝聚千亿倒不是他的本意,而是不知不觉就凝聚了这么多。 突破到不朽,也是在他凝聚千亿元气底蕴后,寻找到了他要的那一颗星辰。 无碍,这次造化对他来说很重要,没有谁可以阻挡他修炼。 女帝眼眸轻柔,脸上也是带着微笑,露出的表情和他说出的霸气之言显得格格不入。 杀戮之塔外,庞大的塔身已是满目疮痍,天和魔君所剩之力只能阻挡,但在太虚世种的不断轰击下,天和魔君的力量也被消耗殆尽。 此刻,太虚世种也是察觉到了什么,也准备用最后的攻击彻底毁掉此塔。 而在这之前,天和魔君已是用自己最后不多的力量将杀戮之塔内的众人及时送离。 也就是说,如今的杀戮之塔内便是只剩下了硝烟一人。 当然,若要算起来,天和魔君和女帝都已陨落,已是不能算作是人。 太虚世种身上布满黑色的鳞片,散发着绝对的坚毅之感,其庞大的身躯便是从远端冲向了杀戮之塔,欲要用自己的身躯彻底粉碎掉杀戮之塔。 整个空间都在太虚世种的移动之中,爆发出震耳欲聋的音爆声,速度看似缓慢,那是因为虚空世种太过庞大,他的身躯一旦撞上杀戮之塔,这一击,天和魔君已是游进灯窟,但他的虚影依旧凝聚。 即便用尽所有力量,也要守护到杀戮之塔最后一刻,因为杀戮之塔是他唯一活在世上最后的证明,此塔消亡,也意味着天和魔君真正的陨落。